启卫老师听了咋样 仁科听了咋样 春春你觉得怎样 这是我的工作 你不要听我的工作 我今天来替你们的帮吧 好不好 你们可以休息了 不行不行 我们就这点工作 我们唱又不会唱 听又听不懂的 就这点话还不让我们说 你要先 你要再时间组织一下是吗 那我先说吧 我的感受是 我没有想到今天一上来 就真感动了 说实话 我觉得这次的录制还 时间并没有拖很长 拉很长 其实挺短的 但我没有想到说 虽然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 但是已经有这么多的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还有就是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的 那种画面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宝贵的 也是让我们觉得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是何其的珍贵 听到这首歌曲 我是自己非常感动的 也有那种感同声色的感觉 我当时简单地画了一个画 好好 是吗 还行吧 这就是我们三年阿班的朋友们 这两个长得几乎一样的 就是小画 然后另外一个是佩领 因为他们长得有一点像 佩领她喜欢露出耳朵 小画不露耳朵 然后小画的脸比较圆 就这样 然后分别第一个是仙贵 讲仙贵 她的墨镜 然后小六 然后疯子 春花 佩领小画 还有我 小爱 小爱 卡丹 谢谢大家的语买 任何老师后悔了吧 对 他把我心里的话全说出来 那我再补充一点 你们是根据时辰 对吧 来创作的 刚好这个应该是下午茶时间 对 我觉得很符合那个这个moment 很宁静又很舒服 然后最后我再问一个 可能跟这首歌 没关系的问题 你们听过那个走失的主人吗 听过 房东的猫 因为他会让我们联想联想到走失的主人 怎样怎样 我不知道 当时你们叫这个名字 yes ok wonderful 亚东老师 你觉得呢 你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